88. 《蘋果日報》 彭定康的黨論 2015年7月14日 名彩論壇 E.04東平西袖古德明香港前總督彭定康最近與《蘋果日報》記者談及香港本土派 即使他們不喜歡大陸人來香港走水貨、買豪宅、洗黑錢 都不應該仇恨中國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 只在思言,本土派每次包圍大陸來客,總會來聲高喊 你們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孟子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這句話,只要把無君以致改為無國,就可以用來說本土派 因為他們父母無疑都是中國人 彭定康不可能讀過孟子 但倫常觀念,中外喜不同言 而本土派所仇所恨,不是中共政權,卻是大陸百姓 這一點,彭定康竟然也動約官火,實在難得 2008年,四川大地震,村民死者萬計 當時《蘋果日報》主不理而說是天顯 我隨即賺民提出異議,請不要說四川土洞三遙是天地的嘆息 天地嘆息不是不應居,但不應居嘆在無辜百姓身上 今天,你而變成本土派,是順你成章的 但我還是不能把中共之罪,是作中國人之罪 正如梁振英政府之罪,不能是作香港百姓之罪 當然,彭定康沒有說的,是本土派做白可以不分 例如他們往屯門返大陸俠走水貨,不把一對香港母女包圍 嚇得那小女孩哭起來,這一切有目共睹 但請看你而怎樣震震有詞為本土派辯護 一個小女孩因為媽媽發飆而哭哭,事實都可以不講 何況道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